所以你會發現,這個公式顯示出來就這麼一長串 那當然你們也可以試試看,除了index之外 其實另外還有蠻多函數可以完成這件事 比如說你們這個地方其實可以把它改成index 那如果說我把它複製一個拖拉加Ctrl鍵 放開,這邊就一個 那如果說我希望把它改成另外一個函數叫index的話 那應該怎麼做,你們可以試試看 比如說我假如這個範圍的資料一樣delete掉 那如果說我們換一個,當然這裡面其實能做到的 除了VILO函數之外,其實還有別的 所以VILO函數絕對不是唯一可以查資料的一個函數 真的還有別的,那如果你會的越多,你的選擇越多 但如果你會的越少,那你只能用那個方法而已 所以如果你們試試看,其實這個也可以 這個也可以 那只是說,你說老師我也沒學過啊,我要怎麼用 沒關係,其實很多函數你真的都沒用過 但是你應該學的是,如何使用函數的方法喔 OK,也就是說我們這一期課程強調就是說,你不會沒關係 但是你一定要知道該怎麼用的方法 而不是沒用過,啊怎麼辦,老師你沒講過,我不會 不會就不會了 可是問題很多工作,我們範例不可能表達啊 沒辦法,就是 所以如果你假設你知道說有別的函數,你就可以變化一下 但是你不會啦,我講過啦 其實第一個你可以看懂底下的這個相關的敘述啦 然後底下還有函數說明,或者你可以點進去看一下 它其實裡面有一些官方的說法 那第二個的話呢,它點按確定之後的話 它其實兩個參數 但是你可以看到,其實主要第一個參數就可以 第二個其實不用沒關係 它底下應該這邊有沒有邏輯啦 不過預設這個好像是空的,這個 這個函數不用沒關係 那第一個函數一定要,你可以看看 它裡面一定要跟我們要什麼 它說,是一個單一儲存格的參考位置喔 而且它一定是要一個文字串 所以所謂的文字串喔 就是指的是前衛一定要有單引號喔 那比如說我今天我要哪個儲存格的資料 欸,我要的是這個儲存格的資料幫我帶過來 所以呢,很簡單你就點它一下 它就出現B2對不對 所以這個In the Rate呢 就可以把B2的這個資料幫你帶到這邊來 但是,可能要注意一點 如果你現在直接按確定 你看有資料過來的按確定 但是你會發現,欸奇怪 怎麼會出現一個儆 儆的話就錯誤對不對 那REF就是參考錯誤啦 那請各位猜一下 到底這個錯在哪裡 其實你慢慢要有個敏銳度 如果你這個敏銳度有建立之後 其實你馬上知道哪邊有錯了 我好像之前一直強調一個 這個前面的參數名稱 而且我剛剛有講文字串 有沒有,這邊不是叫test 所以我一直強調說 如果你假設看到它的參數名稱 有test這個關鍵字的話 請務必怎麼樣 前後怎麼樣 一定要雙以後 OK 這個如果你假設有敏銳度的話 你按個確定 結果會不會正確 有沒有發現 它就幫我把這個資料帶過來了 欸,所以喔 如果同理可證嘛 那如果隔壁這個應該是什麼 那就B3嘛 那再來就B4嘛 B5嘛 B6 欸,有沒有 所以啦 你可以 假設你不確定你驗證一下 把這個公式複製貼過來吧 然後這邊改成3比較好 有沒有 欸,有了 有沒有 所以其實 Internet實際上就是 給它一個文字串 記得是文字喔 然後呢 裡面就是哪一個圖存格的位置 OK 所以呢 如果我假如說希望向右向下能夠OK的話 那其實喔 這個概念應該跟剛剛有點類似 只是說 Index本來是 1到32 可是這邊的話是多少 應該後面 這個關鍵字應該是改這個 後面這個數字 所以呢 我就把這個數字 先產生 前面再串一個B就可以啦 所以我第一步喔 我只要先產生什麼 產生 其實可以拿這個來參考 Colence有沒有 這個 上個禮拜的這個 減1加0 減2乘上4 有沒有 然後前面自己再補一個 補一個等號 所以這邊切過來 然後把這邊我先做 上個禮拜做過的Colence 那不過Colence它會11 有沒有 1開始 1234 那可是我要變成2的話 怎麼辦 欸 對 剛剛減3 對不對 因為Colence現在是第4 所以是4減3 那我就把它4減2不就是 少減1嘛 可以打勾 然後向右 2345 向下 到33 欸 對了有沒有 第一個step OK了 那第二個step呢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一樣剪下來 把這個一樣剪下來 所以其實反正就第一步OK了 那第二步再用剛剛講到那個音的那個參數 然後呢這個串比較特別 因為我是一個b欄 所以b一定是文字 然後後面要串一個數字的話 很簡單嘛 and 然後把剛剛那個東西貼到這裡 那你看一下有沒有 它就會變成b2了 不過你說老師為什麼它會變b 它不是一個數字2嗎 然後跟各位講 其實它的規則是這樣 如果它前面是and的話 and是串文字 它會把這個2 對自己幫你轉換成這樣子 然後跟這個b串在一起 所以我們不用去點啊 不用and 點文字 在那個公式上面不用點 剛剛那個and後面那個公式啊 不需要再去前後 用兩個2 就這樣b 你說column這個公式 當然不行啊 如果你是這樣的話 它變成說 它會變成說 它會變成b然後這一串公式 有沒有 它得到變這樣b然後再公式 因為如果你要讓這個公式 能夠run的話 你不能把它當成一個文字 它就變成一串文字 就不行了 所以一定是b and column這個 OK應該可以懂這個邏輯吧 如果這個邏輯通的話 以後再使用任何函數 我想你應該都可以比較順的 反正這個概念如果有 慢慢你會發現 函數越來越簡單了 沒用過也沒關係 這個地方請各位嘗試看看 這個地方就一樣向右 然後再向下 你會發現就OK了 那怎麼把它去掉 一樣嘛 再把這個公式 再加上mid 這個後面部分都一樣 所以再減一下 然後再插入那個 最近使用過的 mid 然後把公式貼上 然後 一樣用len 但如果你不用len 你可以試試看用fine好了 然後這個 它的 然後加2就可以了 然後幾個字 99個字 把1給鎖起來 這樣OK 那就可以 run 就可以把 我們剛剛結果一不一樣 應該一模一樣 OK 所以其實不是說只能用index 你也可以用 叫做 index e i r e ct ok 畫面再還給各位試試看 所以可以把那個剛剛的index 改一下 改成 index 另外 試試看用offset也可以 offset又是另外 offset是 跟哪個位置相比較 offset 不過offset這個用的比較少一點 我是覺得index 跟interface用的比較多 offset用的比較少 但是 如果你會用就多一個選擇 OK 你可以不妨 如果動作快的同學 也不妨可以試試看 那 interface這個 的說明 其實雲端上也有 interface的解法 在 雲端擺板上的 有 第二業的地方 也有